弟兄姊妹午安 今天选的题目是试探试念 试探试念的特质就是 当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 突然临到我们身上 当我们经历试念的时候 或者没有经历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原则来挑战 当我们面对试探试念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活出神儿女的样式 当我们要抉择的时候 我们是做基督徒来抉择 做神儿女怎么做呢 不如我们读经以前 你问一下隔壁 是不是基督徒 是不是神的儿女 在遇到试念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我们看经文 《马太福音》第四章 我们用起印来读这个经文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设莫鬼试探 对他说 你若扶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伺候他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会做取随时的帮助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就好像这段讲到耶稣面对他人生的试探 试念里面在肉体里面经历好多的挣扎 流泪 好像面对死亡这样 在当中持守他的虔诚 他在苦难当中学着顺从 人生里面的试探时间忽然临到我们 是非常的激烈 有的时候是有神的主权 神的心意 今天讲到耶稣是侍奉以先来到旷野里面 马太福音说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一方面有魔鬼的试探 一方面有圣灵的带领 所以神的主权 神的心意 同这个恶势力的张力同时出现 就好像约伯经历好大的试念的时候 约伯自己讲 就像耶稣经历的一样 经历好大试念的时候 有魔鬼试念的时候 约伯在约伯记十七章 七章十八节讲 没早见察 在时刻试念他 神好像不断地对我们有试念的时候 有的试念是很漫长 不是怎么经过 彼得这样讲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念中 暂时忧愁 暂时呢 不是说这个时间好短 只相对于永恒来讲 走出这个试探试念的张力里面 试探试念很突然地领导 以新闻做例子 在大陆刚刚有一条桥 有一个货车经过就塌掉了 就好像走在路上突然跌下来 在大陆在五连里面 塌了三十七座桥 这些试念试探突然领导 在南韩这个MERS的故事 从香港去的一些学生读书的 然后他们戴口罩 被教授赶出去 第一次司机说 用香港的话说 这南韩的总统都是很黑 在管理阶层 在面对事物的时候 可能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很多的故事 领导你身上 试探试念 有时候这样领导 以大陆为例 在这个长江东方之心 新华社标记是 中国的老人与害 因为船里面很多都是老人家 很多子女都很好笑 让爸爸妈妈去长江去旅游 买了船票去旅游 谁知道送上去以后就是永别 其中有基督徒在当中 有一个基督徒叫朱宏梅 65岁 他是少数被救起来的人 他是南京一个姊妹 在这件事上上了报纸 李克强还探访了他 一方面的感恩 因为当他丈夫还在失踪呢 这些试探试念 基督徒也不能例外 突然临到生生死死的故事 好像刚刚美国的新闻 讲一个白人的新闻 他来到星期三的一个教堂里面 然后拿着枪杀死了牧师和 祷告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来到祷告会 都是非常热心的 但是没有想过来到教会的环境里面 试探试念都拧到他们身上 试探试念就是这样实在很难逃避 耶稣基督作为榜样 他开始侍奉的时候 他首先经历这个试探 很大的试探 如果耶稣的试探都失败 没办法开始他侍奉的心态 所以耶稣讲 如果我们承担侍奉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试探试念的能力 或者经验 或者道德的原则 耶稣讲他的试探试念 四十昼夜通期 用以他言语表达呢 有两个旧约人物 一个是摩西 他在希莱山四十昼夜领受法版 另一个是亚当 耶稣像一个末后的亚当 进入末鬼的试探里面 被末鬼去试探 在旷野的试探里面 马克福音这样形容 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 圣灵就把耶稣 催到旷野里去 十三节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 并与野兽同在一处 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这个野兽是一个恶的感觉 但十二节说 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 催到这个希腊文里面 意思是赶出去 被圣灵赶出去 在一个荒芜 黑暗的地方 让耶稣经历世 在旧约里面 是讲亚当的故事 创世纪 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亚当犯罪 神让他 在美好的伊甸院 留下 将他赶出去 进到这个黑暗的世界 耶稣没有犯罪 道成肉身 但圣灵让他经历人的经历 把他赶到圣灵里面 经历 赶到 无形的魔鬼的试炼 耶稣经历魔鬼各种的试炼 他与人有什么不同呢 希伯来书四十四 说 因我们的大吉祥 并非不能坦说我们的 他曾反受试过试炼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个试炼这次呢 在希腊 希腊文里面 Pervatio这个字 翻译成试验 讲耶稣经历人类各种的 类同的试炼 他经历贫穷 艰难 他被人出面 被不法的事情 饥饿 他都经历过 但他与一般人类不同的是呢 他只说他们没有犯罪 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 神的儿女 我们效法耶稣的话 是否在各种的试探 试炼里面 我们有没有一样 耶稣的制数 只是没有犯罪呢 这样耶稣的经历帮助我们 在希伯来说 相关经文说 二章十八节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大叫被试探的人 同样我们 都是经历苦难试探试炼 有时跌倒 重新跌倒 无论如何 我们经历的故事里面 要学习到的功课 可以成为其他经历试探试炼人的帮助 耶稣自己经历试探试炼 提醒我们不要逃避 试探试炼 有的特质 有时候你很急 有时候赶走耶稣的路 让他走堕落的路 人不要 物要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就像吼叫的狮子 偏地游行 就是说呢 在我们的 有灵界的工作 想要控制我们 吸引我们到 罪恶的环境里面 有时候没心理的准备 就好像前面 弯仔 他捡到钱 捡到钱就 有的时候 事上的事情 我们是没有准备的 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准备到 自己会被魔鬼攻击 引诱 但耶稣讲 西门西门 撒旦要得准你们 好像你们 但彼得听见的时候 不当一回事 我们怎么会不认你呢 人人都不认你 我一定认你 他没有心理准备 面对这个 好快事 领到的试探 是你 请问彼得 坚持了多久 就不认了呢 一个晚上 接着耶稣 三年跟着耶稣 一个晚上就跌倒 成为他一生好大的一个遗憾 神讲 提醒我们 万国 万物的结局 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守自身 进行祷告 他知道 靠我们自己 好容易 突然就领导 突然就跌倒 很特别的是 在试探试念 不是 不一定是 远离神的人领导 而是 很近神的神 也有可能领导 在耶稣 在那里的四十周一 摩西在 在摩西拉山的四十 神给他 提醒 让他拿到石板 但山下的人呢 就在 住金流毒 造偶像 这么近神的人 都经历试探 去拜金流毒 试探试念 有时候在我们不谨慎的时候 后果很严重 蓝色色一起读 今天平顺 明天可以身败名裂 今天亨通 明天可以家破人亡 然后用在大卫的例子上说 他可以睡到 黄州般 太阳平息 但是他经过 女士的试探的时候 他就跌倒 就身败名裂 家破国王 试探试念 真的是突然很 突然领导 就好像前段时间 股票突然升好多人去入 突然又突然的跌 但有的人 有的人炒那些很高危的那些 今天还很欢喜 明天就破产 试探试探就是这么实在的 不知不觉 在身边突出现 在某个调查当中 曾经访问388个 自称为基督徒的男士 其中有三成的男士 也有婚外情 是不是自称基督徒就很近前呢 这不清楚 无论如何 自称基督徒 三成都有婚外念 试探试念都是很突然的领导 好像一些很顺利的家庭 都有很多的破坏 好多的威胁 这有一个很奢侃的例子 很久以前在陈静办了一个聚会 一个领袖高峰会 同美国的一个教会的合作 让香港领袖看一下 美国的领袖的榜样 两日的回忆 在美国高峰会好的讲员 在这里互相激励 看到两天之后 就很感动我 就是一个年轻人 三十岁 他叫Kaffrey 他离开金融界 去监狱里面布道 让很多人信主 他在大会里面讲话 很吸引人 他觉得最感动我的 就是这个女士 我在走的时候安静 我在网上找一下 这个女士的资料 结果在网上一看 她刚刚离了婚 跟一个男的鬼混 被一个机构炒掉 这个事情在美国出现那么久了 让我很生气 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原来他在讲大话 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同工 就问牧师该怎么办 有弟兄姊妹在上网看 那之后说骗他们怎么办 然后牧师在时代论坛 马上写一篇文章来挽回 然后 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人好容易在试探中跌倒 非常深刻的 就在2008年高峰会 几万名的人告诉他们 神怎样使用他们 结果几个月就犯很严重的坚淫 接着就没有了工作 试探试念就是这样 突然临到彼得 突然临到大卫 突然临到Kathleen的身上 圣经里面一个题目 当我们面对试探试念的时候 我们又问一个问题 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 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仆人吗 真的是基督徒 耶稣面对试探试念的时候 魔鬼都这样问他 在马太福音这样问他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再问的话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食者 用舍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魔鬼挑战他 你试试 神的儿子 什么都可以了 怎么做 神都保守你们 其实隐藏着 不是要做神 不是做神的好的素质 而是做神的儿子 做什么都可以 神都保守 但是这样的吗 但这隐藏着 你做神的儿女 什么都保守你 让我们走一个邪恶的捷径 在第三个试探当中 就更明显 魔鬼要带上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 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福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拜魔鬼 就一切都有了 耶稣在地上 有没有目标呢 耶稣来地上的目标 是要引万民归神 他心里十字架 死亡复活 颁布大死命 给门徒 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但不是马上有 门徒侍奉的时候 是有逼迫的 一代又一代 到两千年 很多的未得知名 要带万民 很多的艰难 但魔鬼有捷径 你拜拜我就 什么都好了 就好像一些黑社会 饿死你 你拜拜我 什么都好了 你是不是将 自己的生命就妥协 走这个罪恶的捷径 而不是走 进前的十家路呢 圣经里面讲魔鬼的 特质就是 扭曲神的话语 举个例 看投影 马太福音 四章六节 魔鬼对你说 你若是神 马上就跳下去 引用的是诗篇 九十一篇 其中一节 第七节 一起读 红色字 虽有千人 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 有边 这灾 却不临近你 圣经讲 有的时候神很保守 让你经历很多患难 无明的就 莫名的就拯救了你 举个例子 我曾经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开车 去多伦多 沿途刚刚落大雪 家那个车 非常的危险 转了几个圈 差点被货车转死 但又没有事 他有转了几个圈 这样听 听那个牧师讲 然后他在加拿大开车 车转了个圈 然后回来 那个车没有烂 警察过来看 居然是没事 感到很奇怪 人问他做什么 原来是做牧师 原来是这样 但很多牧师 也在车祸当中死的 这车祸不是说 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没事 我们参加完 我们参加完 沉静的崇拜 就在街上走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怕了 不是这样 不是说神有保守 我们就 就故意的去 实验 实断他 神就保守我们 或者说 我不怕了 我走在 我走在复杂的环境里面 我不怕了 不是将 不是说要将我们 摆在危险和困难里面 给个北级比喻了 以前 当地铁 没有 很久以前 地铁没有 是没有屏幕的 有的基督徒 突然有一些 属灵的习惯 想不通 想不通的时候呢 就在那个地铁站 祷告 就说 不赞成 我们在 给魔鬼留地步的罪 因为魔鬼 常常扭曲 神的话语 当神叫我们 不要吃 禁果的时候 他说 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希伯来文里面 是 是已经死了 是正在死 必死 但当蛇 引诱女人的时候 他就改了 这句话 他说不一定死 然后希纳 加了一个 no的读音 不是 不是死 不是必死 人生的试探 好多时候 都是这样 不一定有事 不一定被人知道 不一定被人捉到 不一定会跌倒 但这个未必就带 害死好多人 不一定的 试探 往往从未必去切入 你有一个犯罪的口号 试探试念就临到你身上 你就进入到很大的黑洞里面 伤害你 伤害你的家庭 伤害好多人 但耶稣当我们经历试探试念的时候 他坚决用神的话语去回应试探 三段回应里面 圣经都讲到 经常记着说 经常又记着说 又经常记着说 耶稣用神的话语 很正确地适用的时候 去回应撒旦的试探 撒旦扭曲神的话语 还有一个名句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十一节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耶稣引用的经文 三段都是用生命记 第八章第六章 其中说 您不可试探耶和华 在这华进你试探里面 就考验了 你的观念 你是不是顺服神的儿女 不单是有一个身份 是神的 而是你是不是一个 顺服顺从神的儿女 而不是一个假扮的神的儿女 魔鬼就说 你是神的儿女 什么都可以 你是一个顺服神的儿女 有一个名句 经常引用 你出也蒙夫 入也蒙夫 正是何等的福气 出也蒙夫 出也蒙夫 那生命记下一节就讲了 你若听耶和华 你神的话 一下的福 就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讲到如果你出也蒙夫 入也蒙夫呢 你听神的话 真正蒙夫的人 蒙神恩典的人 要尊重的儿女 单生命记 有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二十八章十五十九节 我们一起读吧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你出也受咒诅 入也受咒诅 当大威犯跌倒的时候 有没有受咒诅呢 当旧约的扫罗王 你去神的时候 有没有受咒诅呢 圣经讲到神的福气 要在神的话里面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榜样 希伯来书五章七节 基督在幼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救他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今天哀哭 不是怎么走得过这样的难关 他好像死亡痛苦 但就因他的虔诚蒙流阴云 在整个过程当中 耶稣有没有放低他的虔诚呢 他持守他的虔诚 第五章第八节讲 他虽然为儿子 凡是因所受的苦难 他就学到顺从 不是自夸自己是基督徒 不是自夸是神的儿女 而是一个真正讨生喜悦 顺从的儿女 这才是真正蒙福的道路 又在这么多的道路当中 最艰难就是克西玛尼远 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女 一定得胜 但他追求神的 顺从神的儿女 圣的儿子 马太飞尼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一起读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有照你的意思 世界的试探 试炼好大 香港面对政局的 前景的不明 我就不讨论这个题目 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我们想起几句学说话 一句也是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耶稣说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有些虚伪的面孔 是神所憎悟的 我想起一个例子 一个单车手 还法的单车手 他1996年患出癌症 他好了以后呢 就操练了他的身体 竟然还参加还法的 单车比赛 连续七年得到冠军 真是很厉害 他真是说一句话 很激烈人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放弃 或者奋斗到底 他说痛苦是短暂的 放弃是永恒的 忍受痛苦很快就改过 忍一下就可以了 放弃就一试了 就没有了 好有励志的观念 但后来 后来结果他被人讲 他是打了针的 后来他终于承认 然后说别人做我也做了 结果最后被人收掉了奖牌 身败名利 他是一个打针的人 充满了针筒 他骑针筒 与别人笑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离开神的主权里面 我们始终要在神的里面交掌 在试探实力里面 如果我们行在 罪的实力里面 黑暗里面 纵然人不知道 请问神知不知道呀 神知道 神要同你计算的 最后你要经历神的惩罚 管教 圣经说 出也受造主 入也受造主 圣经让我面对 各样的环境里面 你是不是走一个神 儿女的道路呢 接着有人问一个问题 神是不是主动试探我们呢 圣经里面有个提醒 他说 我们试探的目标 是要我们成长 更像基督 圣经有两类的经文 一类的经文是讲神 试探人 一类是讲神 不试探人 雅各书十三到十四节 人被试探 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能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有的人说 我堕落了 大卫跌倒了 是神的嘛 本来谁醒呢 他不把那个女人在那儿就没事了 好多理由 但神 圣经说 不是环境多了的原因 不是因为神 而是因为你自己里面有私欲 基督徒也是都有这个危机 圣经里面讲到 另外一些试探试探的例子 摔几极二章 这样讲 神要试探亚伯拉罕 西伯拉罕 我们就成为好多后人的榜样 就成为好多后人的榜样 他不是向我们跌倒 他不是向我们跌倒 不是向我们被追捆吧 那个角色是要摸鬼 就是要赢我们同流和我 被恶所生 就是到黑暗堕落的轨道里面 第三就是我们自己 好多时候 如果我们 好像耶稣一样 没有犯罪依靠神 那走神的路 如果我们 被神里面的私欲放纵 我就走恶的路 就好像大卫扫罗 经历这些恶的路 我们就进入魔鬼的牢里面 结果我们就被私欲引诱去 讲到这些情况呢 我就想用确实的比喻 有没有人呢 看到被确实跌到头上的时候 会很自豪 然后张开口对着天 剃多一点呢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张开口 等着鸟屎滴下来 你会觉得他是傻的 以前听到唐楼的故事 唐楼上面的人 讲那个脏水 走到街上把水倒掉 你穿着西装打扮得很漂亮 但突然从楼上泼下一桶洗脚水 然后怎么灌呢 如果是这样的人 又觉得很怪 这什么比喻呢 当一个男士他是已婚的 当他搭地铁撞着一个某个内心的 突然望着这个女仔 跟着这个针热着女孩走 四秒钟就很关键了 四秒钟 你要不要放纵眼目的情欲 闭上眼 转身 那就没事了 但如果你接着看 接着看 跟着上车 然后下午问小姐你在哪里 那可能就万劫不复了 这个抉择就是 我们是不是让这个抉择给机会 他遭遇每个人都有 在这个抉择里面 你是不是做神的儿女的抉择 做一个基督徒应做的抉择 有的人贪污 你不贪 有的人叫你做错事 你不做 有的人发无谓的脾气 你不发 在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做神的儿女呢 在这个时候 神要求我们人的责任 是持续地爱神爱人 持续地持守良善 圣经讲到人生的故事 万事互相效应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请问圣经是不是说 万事互相效应 叫终于是吃鸟屎的人得益处 不是这样讲 而是讲万事互相效应 叫这位喜欢犯罪的人 没有这样讲 中间怎么讲 万事互相效应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各种的 无伤艰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责任是爱神 我们的责任是爱神 我们的环境就是要持守美善 以善甚恶 直讨主的喜悦 我们要堂堂正正做基督徒 做神的儿女 这个时候就算你坐监 约瑟坐牢也同样蒙福 不是这个过程 也不是这个短期的遭遇 而是这素质的问题 你是不是个爱神的人 是不是个顺服神的儿女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 神就保守你 施恩给你 让你成为一个美丽的见证 在好多试探时 你们会更深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这么容易跌倒 我们更深认识到属灵的黑暗 可以这么厉害 有些朋友真的是猪朋狗友 我们更深认识到神的保守 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必有出入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靠了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经文简短来解释呢 就是用两条道 一个是神给你一个实际的出路 我刚刚转了个工 上司每天的烦我 弄到我精神病 我的祈祷就是搬走这些丧尸 给我快一点换工作 不然我会精神失散 所以呢 突然神就给我转了这番工 转了转了部门 有了出路 经历到了 但有时候圣经不是讲这种实际的出路 而是道理的出路 无论我在什么试探 设念里面 只有一条出路 就是善 就是不犯罪 就是神喜悦的路 约瑟 坚持不犯罪 短期的后果 就是到监狱里面 圣经里面 这些人有时候很辛苦 但上帝说 万事其无限效力 就让约瑟这个敬虔的人 得益处 圣经给我们的出路 坚守我们的敬虔 持守我们的敬虔 持守我们的奋斗 我们的目标是更像耶稣成为神 真正的儿女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但有时候我也跌倒软弱 若有人偶然被过分所生 本来四秒钟可以不做 但四秒钟还想 第六秒钟就停 偶然被恶圣的时候 就不要再接着走下去 浪子回头 神是喜悦的 不要让自己在罪恶里面 结束我们有两个日子 今天是父亲节年两个父子的故事 一个是刚刚打完NBA冠军的这个 他是Steven Carey 他是投球最准的一个领袖 他很喜欢在鞋子里面 写上 I can do all things 我靠着拿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靠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 他爸爸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从小就打球很好 他在 他太太也是教会里面认识的 他读中学的时候 射波很转 他心里 他去了一个很小的大学里面 一个很小的球队 让他做主角 让他操练他 当时投球呢 就从心口射 但他爸爸逼他 让他不能从心口投 要被别人封到 要让他把手举起来 要射得快 所以他现在都是很快的出手 是一个很出名的射手 有时神给我们艰难 车链我们 让我们做得好 那是打NBA的时候呢 那些球员全部都纹身 只有他没有纹身 教练问他 你没有纹身 怎么打NBA呢 但这不是真理 但他坚持这么做 但神的磨练好特别 用这些基督徒 让他成为 常规赛的 MVP最有价值的成员 他第一句话 就感谢耶稣基督 他球鞋上有一个 Label 写了43 菲利比书4章 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既然球鞋都是43 I can do all things 他被神用 经过磨练 没有放弃 从好像失败 经过磨练 成为 有一个例子呢 参加一个基督教的研讨会 讲 宣教师 叫 伯大卫 他去了青海的藏族去传道 那副像是他的儿子 这个脑墓师呢 在青海 撞着这个传道 经历几十年 当解放来到的时候呢 他就必须离开中国 他离开之后 心里很多的伤悲 有时候看到 壮族青海地区 他就哭到流泪 他 他临死的时候 他穿着 穿着壮族的衫 用藏语 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圣爱是 为了吩咐他的儿子 要 要去 要去到家乡 去 帮助中国人 解放 后来开放以后呢 他有机会去回到自己 小时候成长的地方 他认为这才是他的家乡 有的人看见他是个脑外 觉得很奇怪 但他听他讲的藏语 就知道 他原来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家乡 在2001年 他的儿子 就被青海封为荣誉公民 他好像有一个申院 因为他爸爸 他六岁的哥哥也死了 爸爸到美国结婚了 他才生了他 他心愿呢 到他死的时候 中国政府可以让他 葬在 葬在这个地方 在他哥哥 坟墓的旁边 主再来的时候 我在这里升天 因为这里才是我的家乡 在解放之后 教会全部散掉 但他们父亲那一带 没有放弃 儿子那一带 没有放弃 到今天看整个故事 激动人心的故事 好像失败的故事 成为宣道师 在世里面小的转机 因为他们持守良善 持守进前的路 坚持适逢神 试探试念有时很难 但持守良善 持守进前 就好像约瑟的利子 耶稣的利子 彼得的利子 他们都会得胜的 最后留下 见证神的荣耀 留下一生的转机 我们是不是这样呢 不知道今天面对 十坦十年 将来 会面对 在面对的时候 别人认不认得出 你是基督徒 别人认不认得出 你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 帮助我们 落在各种的困难 挑战 试探试念当中 求你 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主 爱神的人 让我们经历到 万事互相效应 就爱神的得益处 让我们有出路 不单是地上的出路 而生命的出路 让我们持守良善 持守圣洁 持守爱神爱人的心肠 求主将这些恩典领道 众弟兄姊妹 让我们无论 都能见证你的荣美 能够讨你的喜悦 能够成 你称我们为良善又忠心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名求 阿们